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党的工作延伸到群众当中 如果祖国瑜需要的时候 我一定会听神人说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 我们现在已经是旁边大国 应该加入这么一个行业的组织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们教会了我什么叫做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速度的变化也见证着 我们中国铁路的变化 目标速度320 注意空速 限速120 纯速115 能驾驶中国最先进的动车组 一直是我的梦想 也是一份荣誉吧 我叫钟林玉 今年38岁 是成都铁路局 重庆纪物段一名动车司机 速信号是中国最先进的动车组 它承载了很多铁路人的梦想 国家十四五规划 重点提到了成鱼双城经济圈 要实现成鱼双城计的话 我们复信号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只有缩短时间 才能让两个城市的人 没有距离感 以前我们回成都的话 得坐一晚上火车 可能一点也就回去一次 但现在就不一样了 现在实现动车公交化 拉近了双城的距离 安全正点顺利地完成每一次任务 必须要有责任心 我觉得作为移民党员 不光是要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 然后还要起到带头模范作用 你刚862动车司机房里面出席 我名叫钟思义 我在大的火车站 干过半岛员 练习员 吊车员 2017年 12月退休 我后来的工作是由于宗程中心 我从中心很有移民移工 20年 成功的 重新宿 王林 Yu saca un tiempo para visitar a sus padres ellos, como siempre le preparan sus platos favoritos y el diálogo entre ellos siempre gira en torno al ferrocarril el de los colegios entonces ya está en el barco mi casa es un barco desde hace tiempo mi casa es un barco desde hace tiempo desde hace tiempo con los abuelos siempre escuchamos las historias de los colegios en la ciudad los colegios desde hace tiempo los colegios 大家发起要修中备第一条陈渝铁路 是1950年 因为我们父亲当时是22岁 因为真是连福利强 他都拥有地报名了 以前爷爷和外公修陈渝铁路的时候 开山放炮 尖挑背卡 风吹日晒雨淋 因为我们这边数到南渔上青天 陈渝铁路全是人工开招出来的 他们全部是靠尖挑背墨 手挖 一箩筐一箩筐的石头或者泥土 然后盘出来 然后才打通了一条隧道 是很辛苦的 他们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 都为了中国的建设 做出了不可莫名的功劳 我几十年在铁路上 我初次看到铁路运输事业的发展 我们那个时候 五十年代的那个时候 火车全部是蒸汽汽车 那个眉眼只有过隧道的时候 抢十个人 真的是辛苦 跑了一趟车下来 脸板上只看得到 两个眼睛在转 全是黑的 然后我们那个铁路 火车皮上那个温度 六十几度 七十度 手抓到那个腹肢上面 都是烫手的 我是02年参加工作的 当时候到机务段的时候 就是上了内燃机车 现在只要62分钟 我们爸爸 最早成一圈通车的时候 时辅35公里 现在是350公里 真的实在非常地发展 我们全家有很多位党员 我外公和我父母都是党员 从小就在他们的熏陶下 坚定了我入党的信念 在2011年成为了一名 合格的党员 我们父亲这一代 为陈宇铁路做出了 他们应有的贡献 所以我们铁二代来说 我们要承接父亲的那种光荣 然后要把我们父辈 和我们这辈子 优良传统要传给我们的儿子 让他们继续发扬广大 这个沙漠里面植树祖林 不是日天聊天 日内聊天的事情 它是日笔子 聊笔子 甚至塞死的人 才能做出来的效果 我们只得就像我写的日照 我打败我爷爷 他们付出了 但是我也要付出来 把我的青春留在这个地方 我叫古斯 是古老鞋 把不杀林朝的 第三代之杀人 这个树下来的十多年 才能找这么大 长起来才能真正的古杀 大树了 他就把这个杀就固住了 在沙漠里面 这一棵树 我觉得特别的不容易 因为从它法达 到它铁铁罗叶 我都是明天 都是开这棵树子 所以我觉得就是 面这个树 就跟我的面的孩子 它是有生命 你看这个它是活的 在你们不知道的人 觉得它就是这个 一个是干树 但是我们经常叫 叫人你看 就是这个小牙呀 它是活了 但是现在呢 怎么说呢 这个树 就活了 它就是以后的 全球还费 树长大了 绿了 就是咱们 家伤也变好了 绿沙本身 其实没有太多的经济收入 我们怎么解决 自己的生存问题 这几年在这个林草里面 就是沙漠距离好了 对沙漠要效益 我在林草里面 饶着了这个鸡 咱们现在过去看看 这件什么时候会建的呢 这个也是18年 有鸵鸟 有鸡 还有鸭子 它现在一切多只鸡 但是有一部分母鸡 还是在下蛋呢 有鸡蛋呢 这个得爬下 得拿来 三样的 这个蛋啊 所以市场效果 市场效果 卖的要好 我就死亡 我们把沙漠植了后 让更多的荒漠 变成了粥 让沙漠 让荒漠 生出金袋袋 扩大这个老日朝的规模 来增加更多的收入 通过网络直播 我是甘肃生 古老师 爸爸沙林朝的德国代制杀人 我就国外高 这是我们这个 罗汉制杀自内官 像这个人就是代表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 老人们自杀的赵军 当时他们还很年轻 对 当时都是三十至四十岁 这个就是导师的刘老汉 这个是我的父亲 那么他们的时候 自杀到了的时候 已经写了这个合同 老人们只没有自杀军业 只没有自杀军费 应该说导师老人们 走得很劫 那么但是他们坚持了下来 这个就是刘老汉的华校 这个是我的父亲 因为老人们那个时候 经济调节困难 民族化个合一种 那么这刘老汉给我们刘老汉的油画 刘老汉的非常地真实 没办法 你如果不治杀 我们就脱得拨不住 我们到时候脱肚都这么大了 一朝大风刮来 全部刮丢 没有一点输入 老人们想着 如果再不治这个杀 我们就到哪里去 这个是我们的父亲 这个是我们的父亲 我们的父亲 我们的父亲 我们吃饭的吧 这个工程 你看都是他们的 我们的父亲 很厉害 在达经照时 达贞 在达 falou中,如果任何人出展 从军中之间, 人生不一样 把角色的投费 现在的维持集中 从军中之间 是大型周围红兴 最后一旦的台南北 有此番范围红兴 和川普区的期望 尸起来的于1950 在军中从军中 军中尚射争 在大型越来的 顺眼 朗文在山西 是一位国家人的家庭 有些人在其他人 这些人在山西 地下山西 是一名修计 的国家人 是一名修计 在山西 在山西 是一名修计 中国的特希亚和兽党在县sek历史上 第一部长期的野兽 全体冒党在江西亚 他们开始由职佳党在中国的组织 把秘密基于哈佳兽党做出台 中文文化,中国计算将组成为 这个是美国的功能 他为新的中国一种 中国政府的中国的国家 国务的兽党 如果注意草草草的话 今天是很大的 我们在罗路的沙丘上 先把草草草草做好 那么在这里面 在这个泥条 三两年以后呢 这个绿色植物生长起来了 它这个土方的顺利益到了 可以对这个绿色植物增加一些信仰 罢不杀 包括我们近40年的结果之类 从过去的从草不生沙漠 到现在的日皮绿珠 那么它不但保住了我们的土地 还保住了我们组地的 生体环境 我觉得今后啊 一定要日得解除 日得改下去 忘了了改不动了 我们还希望我们的第三代 这四代那么也要坚持下去 我们执杀的罢纱是从来到破 破灭就是藤哥的大沙漠 我们不断地努力 对要执杀这个破灭 要是造成日外的 这个执杀都离了不 我历着去年8月20日 习近平总是在口纱干涉事件 专程来的我们把不杀领潮 总说是能来到我们这个的罢 我确实该可以外赴你 习近平走过去 向他们询问作业方法 并拿起一把开钩篱 同他们一起干起来 最深的印象就是 总书记他那个下车 说的一句话就是 这个小伙子是最年轻的 以后还要靠你们 我们临床 两千年成立的道指部 我就是道指部书记 我写入道圣经书的世界 是我打背 他是密日词 之后密天节 我都说你入道车 岛月在我们执杀国 所有的岛中来 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最我觉得 我改了改改的事情 不要说是有多大的融入 我把我自己的事做好 因为我是啥 我是公财岛月 只要有活日天 调节融出 我就自己把这个沙漠 要执下去 五 四 三 二 一 点火 我作为设计师 亲历了长五号 从项目论证 到探测器的研制 以及它的载轨飞行 长五的出色 完成了我们国家的首次 地外天体的采样任务 每一个阶段 真的是非常地精彩 也让人非常地难忘 我叫刘涛 我是一名航天工程师 我们的博士班组 它这个人员会动态的变化 但是整个人数 差不多维持在四十人左右 每年我们都会有新的博士 博士后加入我们 平均年龄大概在三十五岁左右 他们知道本领域 最前沿的方向是什么 这个就给我们的创新 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意军 在我们的讨论会上 没有学术权威 只有真知灼见 对我们来说 真正有益的 就是真实的数据 真实的实验结果 这才是实实在在的 我们研发中心的党员的比例 大概超过了百分之七十 我们博士班组 比例还要比资格更高一些 确实是党员承担的更多 但是在它的过程当中 我们并不会明显地去察觉到 我觉得中国航天的快速发展 其实是跟我们国家的 综合国力的增强是同频的 现在每年我们光发射的卫星 就几十颗再延的卫星 那更是一百颗来计算的 这就给年轻人呢 给了非常多的机会 三 二 二 二 五 提报 回顾我们航天的发展历史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 我们现在已经航天大国了 而且我们正在向航天强国迈进 有一位前辈科学家 大家都是心怀崇敬的 那就是钱玄森先生 人到中年 义无反顾地选择回到祖国 当时我们国家 可是还是个农业国 和现在完全没法比 所以钱玄森先生是一位有理想 有家国情怀的科学家 我在十几年前还在读博士的时候 我的研究对象的方向就是交汇对接 而当时我去查相关的文献 大量的都是美国人 欧洲人的研究成果 但是经过我们十几年的研究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 值得一看的文献已经非常少了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掌握了核心的 基本的核心的技术 我们所面临的难题 其实对大家都是难题 长河五号载轨 它完成了乐器轨道的交汇对接技术 但是它执行的是 无人自主的交汇对接技术 对于我们以后要进行的 载人航天 那又是不同的应用场景 因为有人会疲劳 我们就需要用快速交汇对接 去解决问题 对于火星 火星和乐球不一样 它有西国的大气 从火星发射和乐球发射 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这都需要我们航天员 面对新问题去进行创新 去用新的技术 解决新的难题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实验场景 是我们为火星的着陆过程 构建了一个仿真环境 我们这个设备 能够模拟航天器 三自由度的平动运动 三自由度转动运动 对于火星着陆任务而言 近距离几十米之处的过程 是最致命的 而火星和地球之间 距离非常的遥远 你要靠地面去指挥 它是如何运行 是不现实的 只能靠它自主 自主怎么办 这就对它的制导导航和控制性的提高 极高的要求 设计阶段必须要进行充分的实验 去验证它的性能 全靠这套设备 对 它的整个实验过程 贯穿整个火星探测器的 研制了全周期全国之 航天它是一个高风险的技术领域 其中一个主要的风险来源 重要的一方面 就是在复杂的空间环境 而现在我们的航天技术的发展 已经逐渐迈向了升空 对于升空来说 它的空间环境就更加的复杂 我们国家的交对接从无到有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掌握了自助教会 人控教会 还有绕飞教会 快速教会 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成为 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 全面掌握教会对接技术人 我觉得我们这代人非常的信任 80后我们见证了 我们祖国富起来 到现在强起来 航天技术发展这么快 确实也给了我们机会 把个人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 融入在一起来 对我个人来说 什么叫做航天强强 我就在想 有一天我们写的论文 我们造的航天器 我们写的专注 成为了行业的标杆 国外的同行要做相同的事情 他一定要去仔细地研究我们 然后我们也创造了很多的人类的意义 世界里 看到一个航天 从我们的设计 一个图纸 逐渐变成一个真实的航天 然后再有火箭发射上空 自己的设计能够变成 对国家 对社会 对甚至每个个人 有用的东西 这就是我个人认为我们工作的意义 这就是我个人认为我们工作的意义 我们有十年没见了 真的 你没有想到 我会过来看完你的工作 没有想到 没有 什么 就是平平平平平的 我叫张正亮 我现在在马边学科生小学教书 真的没想到 那不难 还去坐一坐吧 好好好 好好好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我叫我们的烂丑里 你先坐 好 是那个条件女儿啊 这个当是地震后的情景是吧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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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来到 这个厕所 然后去 云秀 后来有一个幕 让我永远难忘 谢谢 张正亮 张正亮 说他整个经历 教习了他 如何生活 他希望 证明以后 我尽力祝道 我能帮助别人 我一定要帮助 因为如果这一次 不是别人帮助我们 我们就不会 因為我今天就不會走到現在 那個時候 大家都氣勢都不高 感覺身邊是很脆弱的 然後我就想通過這樣的第一聲 給大家帶來信心 因為經過那一次之後 我就感覺身邊是脆弱的 深刻地感覺到 我的身後有一個強大的祖國 如果祖國有需要的時候 我一定會挺勝而出 然後我就想到大學畢業以後 我就回到我的家鄉 為我們這個偏遠山區的教育 就是多做貢獻 老師繼續帶大家 平時我在我的教學生活中 就教育學生 要向雷鋒同志學習 從身邊的小事做起 他是一個普通的戰士 沒有驚天動地的英雄故事 卻是一萬人民學習的典範 他功而忘思 捨自為人 在普通的崗位上 為他人求幸福 雷峰 你学校最远的可能就是十个年左右 要住这么远的话要多长时间呢 不行到学校 大约三个小时左右 这就是我们我的学生去比希儿的家 平时上学怎么去啊 有些时候爸爸在家 让亲戚带去 爸爸在家的话让爸爸带 像他们这样的老人 很多很多我们的县城都没去过的 你有没有离开过这个山啊希儿 也没有是吗 其实希望他们能够早日走出大山 然后学好本领以后 回来建设我们的这个大山 建设我们的家乡 最需要改变的话 就是他们的 转变他们的一种观念 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 他们要从思想上改变 树立一个读书有用 走出大山以后 当我们把知识学好了以后 我们最终我们又回来建设我们的家乡 那么如果在改变孩子们命运上 什么是最关键的呢 用知识改变 用知识来改变命运 希儿 你想做什么呢 这个道路是艰难的 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 来加入我们的这行 因为青春就是拿来奋斗的 我们也不怕苦 天赋也唱 祝福人命运 天赋也唱 华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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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 我相信我们这个文工团一定能走出卡尔雅 走出塔线 走出我们开始 在即将离开的日子里头 我想我一定把这个基层的 学到的工作经验 这么好的平台 让我成长了积累的经验 向大家学习的知识 带回新的工作岗位 也恳请大家 像支持我一样 支持我们新来的书记 最后祝福大家 工作顺利 生活幸福 家庭美满 如果说将来大家到了乌鲁木齐 也加强跟我们联系 我也表个态 虽然人走了 但是我们心还留在这儿 我叫熊七周 是塔县凯尔阳村第一书记 主要是从事脱贫工坚工作 我们这凯尔阳村是塔县的一个深度贫困村 大概有207人贫困人口 都已经全部脱贫了 现在就是做美丽乡村振兴 马上就要开始了 那我们这凯尔阳村面积是比较大的 是985平方公里 里面其中有这个像这样的沙基林 大概有3000余亩 塔吉克这么长期生活在这个高原 他这个与外界都比较封闭 但是他们这个感情特别质朴 就对人特别争执 在这儿为祖国守住一方 尽附手边数遍 我觉得最大最大的变化 外在的肯定是村人村茂呀 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那内在的我就觉得思想观念 改变了很多 现在我们发展旅游产业 这两年收入咋样吗 两年收入可以 我们现在就春年呀 我们就旅游收入达到就1万5 我们看这个大年 现在那个文旅公司干的咋样 那可以 可以 除了这个护变员工资2600一个月 其他收入 在文旅公司拿的这些收入 加起来总共一个月 有大概有多少钱 这个说能达到1万 这么年轻还是要学着文化 学着知识 把这个多方面发展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能够让这个地方变的 只是因为来了一个书籍吗 其实不可能的这个事情 首先得益 我觉得现在党的政策好 大环境好 再一个就是看怎么样 把党的政策 可以发生的现实 杨几乎 金扬 也许过 杨几乎 杨凯充 凿梁兰 杨凯养 杨凯养 亚成为港丹梁养 导 亚成为计人 中共化 阿dina, hijo de Riyanik, dice que el secretario Xiong le ayudó a fundar una rentable cooperativa de ovejas. Riyanik es ahora un destino turístico de nivel nacional 4A. Xiong espera que esto ayude a fortalecer el contacto de la aldea con el mundo exterior. El lugar de la ciudad de Guadalupe es un lugar donde se refiere en el lugar donde se refiere el proyecto de la ciudad de Guadalupe. Cuando escuchamos un rito, a grabar el barrio, y le levantó a la casa en el 곳 de Guadalupe. Este proyecto de Guadalupe el proyecto de Guadalupe y le acompañe a la invitación en el grupo de Guadalupe en el grupo de Guadalupe 手边树边的一种精神 其实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我们后面还有一个新的意思 那我们花儿永远这样红 民族团结之花 通过参与这场疫情的一个考验吧 对自己的工作的价值和意义 有了一个更深滑的认识 我从来没有想过 就是全世界的人 真的会眼巴巴地盯着这个疫苗的问世 我要把我所能够做的东西 最大的转化成功 能够为国家 以及为人民的健康服务的目标 武汉加油 祖国加油 我叫黎浩 我是一名从事 新发突发传染病流行病学研究的科研人员 我是张梦瑶 我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病原微生物和细胞生物学 科研孤独这一块可能偏孤独一些 因为你是在跟一些你摸不到看不见的病原打交道 一个是解决重大科学问题 一个是解决重大急需 面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时候 我们能够很快地鉴定它 拿到这个病原 那么才能为后续的抗体检测 以及后面的疫苗研发 做好前期的铺垫工作 进入战事状态 军人肯定第一时间要去到前线去 大年初二 1月26号早晨 接到我们所领导的电话 然后问询我愿不愿意去武汉参加这个抗疫工作 我当时毫不愿意地答应了 陈院士突然给我打电话 说孟瑶 说前方人手还是比较紧张的 我是10点多接到电话 然后中午1点我就已经坐在高铁上了 就是上了车之后发现 整个车厢竟然就我一个人 然后拿着那个单位的介绍信 我找到列车长 我说我要去武汉出任务 我说你看能不能 武汉就是到时候就去停一下 然后让我下车 然后我没想到 那个列车长就 就给我进了一个军礼 然后就说 我曾经也是当兵的 说小丫头 你自己一个人上前线 要照顾好自己 就是我没想到的是 就是我路过那个一列列的车厢 然后每一个列车的列车员 都向我进军礼 那一瞬间就是我真的是觉得 我身上的这个摄影军状 它代表的就是 老百姓对你的那种期待 然后因为这个病人的不断地增加 对病人这个进行核酸诊断的确诊 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破解的需求 当时的形势还真的是挺严峻的 做不到因减净减 做不到因收尽收 这个病毒的这个源头 你控制不了 面对着不断地增加的样本 我们感到可能我们有六个人能搬倒 都无法完成这么大的检测量 陈安市真的是特别有大爱情怀 他就当即立断就决定说 所有的人手头的工作 其他的任务全都放下 把核酸检测作为首要任务 就是露洗袖子两半挡 把他不能停让他转起来 那么很快的我们能够达到日渐 两千人份 作为一个从事传媒科研人员 我非常希望自己的所学 能够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得到应用 能够做出自己一些贡献 2020年的2月14号 我在方舱写的入暖申请书 确实是我当时在那样的情况下的 一个真情实感 就是在情人节的这一天 我可以说是表白我的祖国 表白我的战友 表白我爱的人 老党员们在前面冲锋一线 对我有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觉得应该加入这么一个先进的组织 只有在关键时刻冲得上去 危难时刻活得出来 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今天一号同志张孟雅同志 成为我们共产党员的预备党员 对你们两位同志来说 不仅是一个身份的转变 更是一种责任的担当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我觉得这是一种荣誉 是一种让我每次想起来 都能够觉得很自豪的一件事情吧 我入党宣誓的那一天 同时也是我们的疫苗 一期临床开启的那一天 当时其实可以说 我们就是我们是世界第一针嘛 大家心里都特别醒 可以说当时是打了一个 阶段性的胜仗 虽然我个人的工作很普通 工学也非常有限 但是千千万万不同岗位的人员 大家都在岗位上无私地奉献 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我自己能够成为这其中的一员 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和骄傲 我觉得我这一路走来 确实还是挺幸运的 就我身边的这些老党员们 教会了我什么叫做大爱和大意 同时我的战友 他们教会了我什么叫做清澈的爱 只为中国 我觉得面对这个不如前来的新冠疫情 全世界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吧 我们国家的科学家非常有担当 我觉得就是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 这个在疫苗身上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投影 现在我是一名能够驾驶中国最先进的动车主 复兴号的动车司机 我感到很光荣 空气空气的路标显正常 正点开车 你觉得在你这一带能够把巴不杀的这个环境 能治理到什么程度呢 在我觉得就是像傅被我栽下的这个树一样 能在我到干不动的时间 像我儿子他们来 能在沙漠里面看见我种小的树能开花 这个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我的最大愿望就是有更多的孩子 能够走出我们的大山 长大以后能够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你我相遇看而扬 踏着月色爬上山坡 你我最相遇看而扬 下次乌鲁木齐也去 到家里去 下次我再过来看你 一定要抱着身体 你也抱着身体 再见 江熊哥 他一定能走出卡尔扬 走出他县 走出我们他县 最后祝福大家 好 谢谢大家 那么我现在的感受就是 即将要离开 肯定是有很多的不舍 但是也对未来的卡尔扬 充满了信心 我认为干部下到基层 把党的工作延伸到群众当中 方方面面 脚脚落落 也是和群众建立深厚感情的机制 科技本身是没有国家的 但是科学家一定是有祖国的 太空是全人类的太空 就是我们希望了解太阳系 甚至银河系 它的演变过程 追溯我们地球的演变的过程 共产党这一百年走来 是从苦难走向辉煌 祝愿共产党能够永保青春 永患青春活力 继续带领我们从胜利 迈向新的生命 青春永驻 光芒万丈 一艘小小航船 划破黑暗 从无碍沉沉 到红日高阳 我是熊熊火焰 照亮千路 十万千青年 燃烧的信念 我是钢铁一枝 征服困难 从一旧迷茧 到改地换天 一棵百年大树 扎根泥土 它吃饭夜猫 它青春不老 是钢铁一枝 我是钢铁一枝 是钢铁一枝 气候 山袋 是钢铁一枝 Reinhold 是钢铁一枝 为一个想法 海疯 用满头青丝 换绿叶无边 悠悠青山之下 不破全盛绝不送边 用花样年华 换万种换颜 我时间 如果现在来不及待 我们的现代化之业 就会长爽 在殿堂之上 在天岗两旁 你想问我是谁 我就是你 我在你心上 你在我心间 人民最美好生活的想法 就是我们的奋斗 把你脱弃 在殿堂之上 在天岗两旁 我就是你 我在你心上 你在我心间 我在你心上 你在我心间 在你的名为生 looked at me 在你心中哪 在我心上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